今天我们又来开箱一款电视棒 嘿 大家好 我是悟空 今天又给大家开箱一款电视棒 它的名字叫做Denalink 这个应该算是我开箱的第4款电视棒了 在之前开箱过谷歌TV FairTV以及TIVO 它这款电视棒它的规格以及它的配置 跟上一次我们介绍的TIVO 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都是采用的同款处理器 也就是精神的S905Y2 配置方面也是2加8GB的组合 没错 还是不是很高的一个配置 但是基本上是够用了 就是轻量化的一个操作 然后电视棒的特点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主打的是便携性 比如说你不在家的时候 可以把电视棒随身携带 然后出差的时候在酒店去观看 相比于电视盒子可能更利于携带 而且这次它配的电源规格 就是普通的5V一安 它数据线直接就可以接到我们电视机背板的USB 这样的话也省得去额外的去带一个电源了 还是比较方便的 我认为 之前的操作其实在谷歌TV上 当然也是可以实现了 但是谷歌TV它标配的电源是5V 1.5安 所以还是有供电不足的风险的 这款基本上就没有风险了 这款电视棒应该是分为两个版本 一个是美版的一个是台版的 我这边是自己海淘的一个版本 很显然它是一个美版 我也不太清楚台版跟这个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预装了一些软件 反正我这款是没有预装任何的 或者说没有任何捆绑 每一个软件都是非常自由的 这一点就跟TVO不一样了 之前的TVO它是有一些捆绑软件的 比如说它自家的TVO Stream是卸载不掉的 还有什么IMDB什么的也是卸载不掉的 但是这款绝对是完完全全的纯粹的原生 一点捆绑都没有 这点是直接点赞的 这款电视棒的一些视频的测评 我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咱们大陆去购买它并不是很容易 像我这次海淘了二三天才到 所以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因为现在电视棒的选择太多了 对吧 这么多电视棒可以选择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台湾本地人的话 我觉得台湾的用户是可以看一看的 因为台湾的话直接可以买台版的 它是有质保期的 对吧 它是有一个质保期的 我觉得直接去PCHome 直接去购买是很方便的 但是我们大陆的可能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如果你是大陆用户的话 就当看一看 就可以了 马上开始精心的测评 这个包裹 试试我10月1号下单购买的 今天是10月23号 里边怎么还有一层 OK OK 这个就是台外包装了 这个外包装有点似曾相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电视棒支持很多种授权 比如奈飞的授权 迪士尼 Google Play 这很显然是一个安卓原生的电视棒 内置了谷歌助手 它体积非常小 然后在侧面标志着它支持一些标准 蓝牙4.2 DMI2.0 然后这边是双频5G Wi-Fi 这个处理器型号应该也是S905系列 这边写着它是支持杜比音效的 但是能不能点亮全景声 后续我再做测试 这次电视棒是从美亚购买的 其实电视棒应该是分为台版和美版 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它内置的是谷歌的 Chromecast投屏 一个快速指南 都是英文的 其实也不用看 因为非常简单 这个是它的附件 带了两件7号电池 这个是它的遥控器 这个遥控器有点像米库的遥控器 左边返回键 右边是Home按键 音量的加减 静音按键 这次遥控器应该也是支持CEC的 中间是谷歌语音助理 它可以一键启动 耐飞 YouTube和Google Play 手感还可以 这个就是本体了 这个小的电视盒子确实很小 非常的迷你 非常轻 5V一安的 这个应该是可以支持USB供电的 也就是说 它可以直接被挂在你的电视机背面 供电的接口就是那种Micro USB的 在这边 我有一个这种小的拓展物 这边是一个Micro USB的母头 然后这边是一个Micro USB的公头 我的想法是看看它能不能支持 这个OTG的扩展 这样的话就给它拓展出一个USB的接口 当然了 这个我还没有亲自实测过 我估计是可以的 非常简单 这边有一个特别大的logo 其他的附赠了一个特别短的HDMI的线 还有一个5V一安的小电源 OK 大概就是这么多 好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Denalink 进入主界面的一个样子 当然了 这个初始化的过程 我已经略过了 因为跟广大的 所有的安卓原生电视盒子 几乎是一样的一个初始化过程 第一排就是常用的一些应用 奈飞的4K 迪士尼的4K 都是支持的 包括油管4K 然后在Google Play里面 大家可以自由的去下载 我这里面其实已经装了好多应用 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目前全部装的一个应用 那说到它是一个电视棒 不得不提 就是它是采用WiFi去连接的 对吧 那我们先测试一下这个网速 好 直接看结果 它下载速度是330多兆 上传是41 那这个也是达标了 300多兆 我觉得现在目前绝大多数电视盒子 都是这个速度 回到主界面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些设置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安卓原生的电视盒子的一个界面 那我们在这个设备偏好设置里面 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全部的信息 包括关于 那这个关于里面 就是它的具体的型号 Dynalink TV Box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储存空间 它的总的存储量是4.8G 可用空间还有3.3GB 在这个片头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过 这个电视棒是没有捆绑任何应用的 也就是说进来之后 可能只有这个奈飞 还有油管 甚至有可能连奈飞都没有 那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 因为这样的话 可以节省更多的这个空间给用户嘛 那这边呢 还有一个安卓的关于显示方面的一些设置 目前我的这个分辨率呢 已经切换到了4K 60Hz 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就是它这个选项没有HDR的设置 那这一点我觉得是不应该好 因为电视盒子最起码应该有一个HDR的开合观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每个电视盒子不一定都有这个奈飞的认证 有认证呢 它会写出这个机型的型号 Dynalink TV Box 那如果你是破解的 它有可能就给你写一个什么小米的之类的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如果你是奔着授权去的 一定要买正规授权的盒子 关于这个HDR的设置呢 我觉得是一种缺失 目前显示的模式就是HDR10 但是我还没有播放影片 正常的话应该是自适应的 很显然它没有做到自适应 我们也期待着它后续能够升级 解决这个问题哈 测试一下这个流媒体吧 我们打开油管 好 那这个呢就是油管的一个视频 目前正在播放的就是4K60帧的视频 那么很显然它是非常流畅的去播放的 没有任何的卡顿的现象 等一下我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测试一下温度 有很多人可能会关心这个发热的一些情况 但这个小的电视棒目前是没啥问题的 但是现在目前因为是比较冷 我不知道夏天是怎样 反正这样一个小的电视棒 如果是看流媒体的话 通常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 测试耐飞就非常简单了 好 我直接可以一键的启动耐飞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遥控器上面有一个按键 直接一键启动 好 我点了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已经进入到的耐飞的这个界面了 当然了 这里面是我已经提前登录好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一个4K HDR的视频 那如果你找一个4K HDR的片源 这边会显示4K HDR 那音频方面它支持的就比较少了 不支持这个杜比玄境声 那至少在这个耐飞上是不支持杜比玄境声的 那等一下我们再测试一下本地的应用 看看它能否点亮这个杜比玄境声 OK 那个耐飞呢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不在这里稀咎了 我们回到主页 我们再看看这个迪士尼 现在我目前挂的是一个新加坡的节点 理论上是可以播放这个迪士尼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 那刚才呢 我已经登录好了 那迪士尼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就这里面有很多的 非常就是比如说迪士尼的原创 还有这个Pixel 还有这个漫威 就是星球大战等一些就是厂牌吧 反正就是这里面都是挺经典的 但是它的这些片源呢 有一些是没有中文字幕的 可能到11月份的时候港台地区上线 有可能它的字幕会多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左侧呢 就是它的一个清单 这个就是我自己收藏的一些影片 随便点一个吧 比如第一个 那点开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视频的标准 包括4K Ultra HD HDR10 5.1 这些都已经开启了 那迪士尼的这个UI设计呢 我觉得也是挺好看的 并且呢 它支持字幕也很多 OK 那现在就开始播放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点击上 这上面就有些相关的一些字幕和音频的音轨 那目前这个影片正好是支持中文的 我给大家快进看一下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下面是支持这个中文字幕的 其实这是分片源的啊 不是每个都支持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迪士尼的这个画质啊 包括迪士尼的这个资源啊 都是非常好的 只不过现在目前它开放的国家只有新加坡跟美国 但以后开放的国家多了 有可能它的这个资源就会更多了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流媒体啊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小的电视棒呢 其实它的支持的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 那刚才呢 我说那个奈飞呢 是没有点亮这个杜比全景声的 但是我们找一个本地的视频 大家看一下 比如这个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呢 就是支持杜比全景声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我点了静音啊 反正目前本地的这个视频是可以点亮杜比全景声的 那本地方面播放起来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基本上十几兆到三十几兆的视频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一些音效呢 比如说DTS的 那虽然说这个DTS的 但是可能是以兼容的模式播放吧 不过这都无所谓了 其实这个是都是可以调节的 说到这个音频格式 我们又回到这个设置界面 再回顾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声音设置 好 大家看到 其实关于声音的设置呢 它的选项是非常少的 支持这个杜比数字 然后杜比数字 plus加 还有AAC 而如果你打开这个sheltv 你会发现sheltv支持的标准比它多 当然谷歌tv和tivo支持的也比它多 我不太清楚到底是不是固件的原因 目前它支持的音频并不是很多 但也无所谓了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因为可能只有玩家庭领域的人会注重音频方面 总而言之 它的音频格式包括整个的系统的一个设置都不是特别的全 好 这边我们再下载一个cody来试一下本地播放 那我们这边直接找一个原盘 蓝光原盘 看看能不能加载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当cody加载这种ISO格式的原盘的时候 它的加载速度就会非常的慢 但是加载出来之后还是可以播放的 只不过这个体验方面就很差了 就是你只能等等等 这个是一个1080p的原盘 40gb 好 这个影片其实也是可以播放的 这个影片播放起来之后就没有什么卡顿的现象了 总而言之 这个原盘你说能不能也能 但是让这样的小的流媒体电视棒去播原盘 还是有点吃力的 而且我觉得原盘并不是cody擅长的 高码率的视频我也做一下测试 比如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码率已经相当高了 40多兆的一个码率 4K的HEVC的视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整个画面也没有任何卡顿的现象 所以其实大家还不要小看小的电视棒 它的解码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一般的视频都是不在话下的 好 那除了国外的应用 国内我们也试一下 比如说同意视频或者爱奇艺 可能是因为这个机器装的应用比较多了 尤其是加载一些国内的一些 优爱藤的一些流媒体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有一些卡顿的 有一些卡顿的 可能就是因为它的存储比较小 再也就是因为国外的这些电视棒 它的版本都比较高 而同意视频或者优酷爱奇艺什么 它其实没有针对安卓10.0做什么优化 所以其实它是有一些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界面上的一些卡顿 但是一般播放起来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好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一下 目前的清晰度就是4K的 真采实听 然后音效方面很显然是没有其他的 完完全全的就是普通的AC 所以这个电视盒子 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安装过多的应用的 我目前装的这个应用就已经不少了 其实已经完全满足绝大多数人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使用需求了 经常有小伙伴问我说 安卓TV能不能支持苹果的AirPlay 其实这个并不复杂 你直接在Google Play里面自己下载一个软件 比如说急速投屏的软件 就可以实现投屏了 打开就可以看到它是可以投屏的 也可以扫码投屏 比如说投一些影音比如说投iPhone的投屏 文件的投屏 这都是可以的 我们就试试iPhone投屏 我们在这边打开你的手机 这上面就会多出一个选项 就是FastCut AE 那么FastCut AE就是你的电视机的信号 好我们这边选一下 好大家看到没 我的手机上面的镜像已经过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手机的投屏 这个肯定是支持的 好了 到最后我们总结的环节了 如果说你都能看到这里的话 不妨给我点个赞 或者是点个强烈推荐 首先说电视盒的优点 我说三点 第一点我觉得它小巧便利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体积非常的小小 海淘的时候 它总共加上包装的重量才0.27千克 所以说非常的便捷 甚至你去外面出差的时候 都不用带电源 带一根数据线就可以搞定 直接用背板的USB供电就可以了 第二点就是它电视棒是安住原生电视盒子系统 然后里边没有任何的APP的捆绑 也就是说它给用户预留的空间 甚至比TIVO或者是谷歌TV 大了一个GB左右 我觉得这点还是挺重要的 尤其是对于这种存储量非常小的电视棒 预留的空间越大 给用户的自由空间就越大 第三点就是电视棒是一个正规奈飞授权的 支持奈飞4K HDR以及迪士尼4K HDR的电视棒 这点还是挺重要的 对于一个追剧档非常的关键 有一些电视盒子并非是正规授权的 而是破解的 在这里奉劝各位一定要要擦亮双眼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我建议大家去安卓TVGAT的网站 自己去查询一下 肯定是有备案的 OK我们现在说一下盒子的一些缺点 说两点 第一点就是它在设置方面 很显然它是不完整的 有一些设置的开关是没有的 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它没有HDR的开关 其实自信可以后面再做 但是HDR的开关我认为是必须要有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有的电视机它是HDR的电视机 甚至屏幕的材质是OLED屏幕 它亮度是非常高的 普通的操作界面 且不说开启HDR是否费电 就是亮度方面一定会影响人的观感的 我也希望Dynalink以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相信这个是固件层面的问题 而不是硬件层面的问题 因为跟它同样的硬件规格 TIVO当时也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后来也是固件更新解决的 在这个方面 谷歌TV绝对是行业领袖 因为在这方面它做的非常的完善 包括杜比世界的开关以及HDR的自适应 切换的速度非常快 当你播放影片的时候就点亮 当你退出就熄灭 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 即便是比它贵了好几倍的 因为Apple TV都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Apple TV在播放影片之后退出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甚至会先黑一下屏幕一秒钟左右 虽然是只是一秒钟左右 但是也会给人一种不好的感觉 因为如果你频繁的切换的话 就非常的难受 当然这绝对是固件层面的问题 我相信他们以后也会进一步的改进的 好 第二个缺点我认为就是音频格式 音频格式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的选项里面只有三项 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因为正常来讲 盒子的硬件规格 应该是支持什么杜比全景声的 我想唯一的解释 可能是真的是授权的问题 是版权费的原因吗 我也不太清楚 我希望更新固件之后 它能够支持更多的音频 比如说DTS或者TrueHD之类的 当然了有可能是我想多了 好 关于电视盒子或者是电视棒 我能够介绍的也就这么多了 好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